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是2020年2月9日星期日 今天在拍影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今天這段影片會講多一點詳細講解一下波浪的操作和轉世的訊號 因為這些一定要是如果要用到波浪理論就一定要知道的一些概念 不然在操作上很容易會有錯誤 或者拿回上個月的恆子走勢去做個例子去講解 這樣會比較容易明白 今天這段影片應該會比較長 因為一講到一些操作的東西就一定會是比較長 就拿回這個途中就是4小時度 就是恆子上個月跌至今個月的反彈 這部分就是今個月的反彈 而這部分就是上個月的跌浪 跌下來的時候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看下跌浪 我們要知道這個跌浪的規模 即是它的級別 初步就覺得是當時會看到日線圖 看到日線圖 當時也是上了牛區很久的一段時間 有個四叉 應該就會是下回到紅區 即是說應該是在日線圖做一些音竹出來 即是一個屬於日線圖級別的一個跌畫 STC也都在超賣區 應該就會是下回到超賣區 所以在下跌的途中就不用太關注 到尾段的時候這些位置就要提防 這些位置就要開始謹慎一點 去留意它什麼時候是轉細 轉細有很多一些比較粗略的一些技術分析裡面的指標 例如說時間性可以嘗試去猜 嘗試去猜 猜它比如這個最高位力 那就是8 1 2 3 4 5 因為不是5就是8 再不是就是13 因為粗略去估計的時候 5的時候其實就是這些位置 RSI還沒超賣區 STC也是 還沒開始收窄 即是說應該就不是5了 那再看 下個位置就是8 就是這一天 就是跌了第8天 那就開始要留意多些 第8天 看到RSI超賣區 Histogram就擴張了 MACD線也拿到比較低的地方 而這個的STC就開始收窄 那看STC的話 收窄就是 因為就未必能夠太準確去知道它究竟是哪些位置 即是 當萬線下了超賣區之後 是可以在這段時間 建底的 有時候就會在金叉前面 去建底 有時候是金叉之後 才建底 所以如果用STC的話 就沒有什麼 比較難去完全知道它是哪一個位置 已經是做了底 那也是屬於一個比較粗略的一個技術指標 如果用一個波浪的結構 就會是一個比較準程度比較高的一個自動轉細的一個上路 那就是 有了一個大一點點的圖片 即是線圖的一個跌浪屬於 這個時候 即是說 當時跌第五天 我想應該是 可能是這些位置 就在這些位置 就開始有關注它究竟有沒有一個ABC反彈 其實反彈就分ABC 接著又跌穿B 接著就會是破底 這樣 因為一個的升浪就會是1,2,3,4,5 跌穿這些位置 就應該是行個調整浪 那調整浪會不會再上呢 就要看有沒有升穿這個位置 那如果一直沒有升穿 那就應該會是 再落 再落 那時候 這些位置 如果一直沒有升穿 那就應該會繼續落 這樣 那就是 譬如 直接說四小時圖 這個 怎樣可以用一個波浪操作 去捕捉這個跌落 那 最重要就是 看它反彈的位置 這個位置 從這個位置開始跌穿了移動之池之後 就會是我們可以是看淡的 那一隻落的時候 反彈看到在這裡 ABC ABC 那我們通常波浪的操作可以怎樣操作呢 就是 只要 升穿A的頂 接著 這個位置 这个位置就走,这个位置就进去,好像又蚀了一点 但是长远来说,由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总共是跌了3345点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操作方法是可以赚到中间的1779点 那就不是很多,3000多点就赚了可能是一半的波幅 但是这个操作方法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每次都是跌穿反弹浪ABC,跌穿B浪的底 才去确认它是跌势会继续,这样才开回一个put 看到这里ABC跌穿反弹,这样就继续跌了 然后这里也是ABC跌穿反弹,这样也继续跌了 这里也是ABC跌穿反弹,这样就继续跌了 这里也是ABC跌穿反弹,这样就继续跌了 它没有跌穿反弹,它没有跌穿B的底 我们就不会开put,所以这些位置基本上是不会再看淡 不看淡就看它会不会再跌穿C的顶 跌穿,跌穿这些位置,跌穿这些位置之后开put 也会有止损,止损就是C的顶 看到如果浪一直是跌浪的趋势,那继续没有变 这些位置理论上是不会再跌穿的 如果再跌穿就应该是跌浪中止了 ABC跌穿B落底,这个位置组织跌,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波浪的操作方法不是最理想的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数浪的情况下所用的波浪的操作方法 它只不过是用了波浪的结构,但它是没有数浪的 如果数到浪,其实是会知道这些浪是一个的 2浪或者B浪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在短线的 例如5分图或者3分图,再在这里找C浪里面的1,2,3,4,5 再跌穿C浪的4,就应该会是再加这个 再加一些浪,就是会拿到接近最尽的这些位置去浪 就不用跌穿这个位置才浪 因为跌穿ABC跌穿B,只不过是一个确认的讯号 就是它用来做确认就比较好一点 就不是说开仓的一些位置 用来做开仓的位置当然也可以,但不是最理想的位置 去到这些位置,看到ABC跌穿C浪 就是5浪结构,就是一个反弹 但如果它形成了5浪结构 基本上它就是重拾那些浪 即是已经转了 即是这里开始就知道它转了 因为它这个ABC 我们的操作就是跌穿B的底 我们才会再加浪 它一直没有跌穿 所以这些位置我们就已经不会再加浪 反而就应该是 它已经是出了个A2345这样的一个 走势 反而就可以是反转 即是说 每次它一破顶 就是call 假如它跌穿这些 才是call 即是刚刚跌浪的操作是反转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数浪 也都可以数到 比如在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是最高位 因为它现货是升穿前面的顶 这里就 这个是 现货是最高位 所以我们计算跌浪 就应该由这里开始 看到它跌下去 是1 2 3 4 5 这些就是一些反弹 所以都会在 反弹上的一些走势 这个跌浪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跌浪 又为什么会反弹一半 主要就是和 尾股有关 因为尾股也会影响着 降股走势 看看尾股 如果有印象的就是 29,200 跌下来的位置 其实就是55转折 时间上一个周线的 你猜的55转折 跌了两个星期 就完了4浪 初步半段是一个4浪 那就是一个4浪 但是它就是一个 还在走一个星浪里面的4浪 那就是它可以有5浪破顶 但是呢 恒指就是会在走一个A浪 那就是当这个 美股在做4浪 调整的时候 恒指就是已经在做A浪 就是大家的方向是一样 但是那个浪 就是在走不同的浪 那当恒指是在做反弹浪 那就是 这个美股就是在做5浪 那就继续破钉 那所以就是 这个美股就是带动恒指 逐个反弹 就是这样 那现在 因为波浪 波浪理论是比较着重形态 形态行先 形态上呢 其实美股已经是 做了5浪 那看一看 达斯达指数的日线图 看到STC已经跌过去超卖区 那通常 什么时候会碰超卖区呢 通常2浪 4浪 或者B浪 C浪 都会碰超卖区的 这个应该是5浪 但是哪个级别的5浪 就比较难说 接着再看他这个5浪 究竟是否已经升了5个子浪的结构呢 就这个位置开始数 1 2 1 2 3 4 3 4 5 5 基本上就是完整了 5浪 已经完整了 整了 那些浪 即是说 假设后市是好也好 他这边呢 他这边升了5浪 他都要回一半 假设他真的是牛市的话 他再升上去也好 他下个星期这些位置都要回一半 做回这个 这边的一个2浪 就算這裏是一個的一浪也要回一浪 這裏應該會先點水線 因為這裏跌的時候會有一個移動阻力產生 這裏要升穿這個位置 這裏才有機會再上升穿這個位置 否則不再升穿這些位置 一吸一吸下去 這裏應該會跌穿這些低位置 所以我每個星期的影片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基本比較初步的一個估計 純粹是估計 最重要就是做交易就千萬不要說 估計那樣是很硬頸去做的 一定要看那個現實實際的走勢走出來 所給到我們的訊號 究竟有沒有跟回原本我們的看法去走呢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看法 和調整我們的策略 那譬如說上個星期拍的影片 我會比較偏向可以跌到25700的位置 就是沒有去到那些位置 就已經是有反彈的 那如果硬是估計那樣 然後跟著去做 那可能就是這些位置 就可能不理它 去到彈到哪些位置都好 都是很一二孤行 去看會不會這些位置又會跌回到25700呢 會不會這些位置又會跌回到25700呢 那就是一個不是太過理智的一個操作 因為這些走出去的浪 全部都是有啟示的 中間 就要我們要觀察 要細心去觀察 究竟是不是跟之前的趨勢 已經是不同了 那個結構 這樣才去判斷究竟是不是 我們是否應該還要繼續看 那個原本我們覺得會去到的位置 那現在怎樣看法呢 其實我也覺得是25700的位置 稍後都會去到的 稍後都會去到的 因為呢 就 現在這個就像是一個B樓 那我去回 月線圖那裡看看 那看到這裏是月線圖那行四 那看到如果是看東西比較細心的人 就會留意到這裏是有個ABC 然後這裏就會有個ABC 然後這裏也是ABC 然後這裏也是ABC 啊這裏就不是 這裏應該是這個A來的 ABC 即是它全部都是ABC的 1 2 3 4 那接下來第五個部分 這裏也可能是一個ABC 也有留意到它B 就是一個一支羊軸 每次都是一支 這裏的B 這裏的B就是一支陰軸 這裏的一支陽軸 這裏是一支陰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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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不會第五個部分 即是這個月都是一支陰軸 如果是的話下個月就是陰軸 至少一支 或者甚至乎兩支陰軸 因为每一个浪不是三浪,而是五个浪的结构 所以这里就是ABC,ABC,ABC,ABC 这里应该也是ABC 但会不会突然间今个月变成阴烛 这就是要看刚才所说的波浪的结构 暂时就已经是会向下 即是下星期开始也会向下 因为那个美股刚刚也说到 刚刚也说到短线来说 这里已经升了五浪 至少至少都要回一半 至少回一半 看到也未回到一半 所以这里也未下到 所以 就应该下星期初也是跌的 跌的时候就要留意一下有没有短线的移动支持 不,那些移动阻力有没有升穿 就是一直跌下去的时候 这些位置有没有升穿 而且这些位置会不会突然间 有一个五个浪的结构出来 这些位置要是 ABC跌穿这个位置 这样才能确认到它是跌破底 再确认到 就是这样 跌穿这个位置 才确认它会再破底 如果突然间有一下 没有再跌穿 而且再回一回再上 那又形成了五个浪结构 那就要留意了 就是很大机会 其实是已经转了 就是这个跌落 就是这个跌落 就是完了 可能是上去 也不停 就是这样 刚刚就说了一些 波浪结构的一些层面的分析 也都可以说一些 MA的一些分析 例如今个月开市 开竹架 今个月开竹架 其实是26,200 下面的 那 留意到其实每个月 那支竹新都会碰一碰 那个3MA 是某些时候 是没有碰的 这个是五年 五年内 我看到是有一支 然后这支好像有点勉强 代替它是 两支 这支 其实都好像碰到 不过也代替它是三支 这支明显没有碰到 四支 即是说五年 即是六十个月 六十个月里面 只有四个月是没有碰到 这支也代替它 五支 即是六十个月里面 有五个月 整个月都没有碰到 那个3MA 所以其实 即是说每个月它碰到 3MA的机会都是非常之大 所以今个月头 看到它是 开市价在26,200 下面 那3MA是在27,300 所以如果 聪明的就会知道 今个月是有可能反弹 上去27,300 即是也有1200 左右 而上个月也是 上个月 看到是开市价 是在28,000 多 接近29,000 这里看不到 那看到它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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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中间一直都没有碰到 3MA 可能是月尾部分 才跌下去 所以当时 如果又是知道 有这个规律的时候 月线图位 3MA这个规律的时候 又会在高位 就知道应该是 可以 上一个月的最多 是可以 碰到 应该不是说最多 应该说 比较基本 可以看着3MA 那当然 那 当时升到29,200 但当时有3MA 是27,000 26,000 多 那也有点远 是差 可能2000 左右 那就觉得 如果没有这个概念 的话 就会觉得 有没有可能 月底会可以跌到 这些位置 突然跌那么多 那就是 它就是真的碰到 最后也是碰到 那是3MA 还要跌低 那3MA很多 就是这样 所以 我这段影片 说了这件事 其实就是 听到就 听到就 就是 学到就最好了 那因为我就不会每段片 都会说的 就不会说每个月 每个月 开头我又会提一提 要留意3MA 我就未必有 未必会记得 会说的 那所以这些 这些的 技术上的事情 有时 讲 讲这段片 就算了 那这样 还有就是 那 那同样 同样一个 一个理论 刚刚所说的 每个月 通常会碰到3MA 都可以应用回去 美股 美股年线图 也就是 今年的3MA 是未碰到 所以 都 偏向是 觉得 是会碰到的 差了就是 什么时候碰到的 差了就是 什么时候碰到的 看看会不会说 第一季就会碰到的 或者是 可能 第一季 应该第一季 我估计 因为 刚刚 美股 也做了个 5浪 那 就 可能 落一落去做 再大一个 级别的4浪 那就 又继续回 即点一下3MA 面线3MA 又继续回 升浪 尤士 都不定的 美股 那 看看 现在3MA 26900 26900 26900 现在是29 即是 218点左右 距离 218点左右 这个导致 那又看看行指 因为这里 就像是一个 三角形的走势 看到之前都是 A B C D 那现在会不会是E 因为 关键位 就会在这里 因为如果今个月 突然间收音笃 那么 走势 那个形态就像是 破坏了 因为每次B浪 都会比较明显 这样是 做了出来 如果今个月是阴足的话 这样就会破坏了这个 这个规律 有机会 如果破坏了这个 就更坏了 因为这个是不应该破的 如果是三角形的话 最多可能是 最后这个E浪 就调整到这些位置 这样 接着有机会就上回 但是 如果这个是一个三角形的话 就是这样 A B C D E 但是这个位置 假如破坏了应该就是一个 A 然后一个B 然后这个是一个C 可能去到二万 初步二万三千多 如果成一比一比 可能二万一千多 那些位置 所以跌穿这个位置 非常不利 那暂时呢 暂时都觉得 今个月可能会跌一跌下去 然后上回去 就是最后都可能收到阳足 但是这些都是估计 也是估计 估计是没什么大的作用 最后都是跟回那个波浪操作 看看上映指数 上段片 上段片 上两段片 都说 都已经是量了位 量了三个位 之前说 上映指数的段片 就是 初步是觉得 这里是一浪 这里是二浪 A 这里是二浪的B 那会是二浪的C 那二浪的C 有机会去这三个位 其中一个都说不定 那看到是 上个星期就会是 最低位是 站在这个位置那里 那里 那因为美股 仍是处于上升的周期 那所以就带动回 做一个低开反弹的 那现在因为它都比较 一来它没有反弹到一半 恒指就反弹了一半 而是它扩张率比较厉害 所以就有反弹 它还没有到一半 一半的位置在这 就会比较反弹 它好像是反弹了 就是还没有到一半 那就麻烦点 那就麻烦点 啊 恒子反弹到一半 反弹到一半 家庭不穩在比例上 回到下一個比例 恒子的走勢就是這樣 或者看看恒子的走勢 看到是可以說完全 完美地在0.5下手製了 這個期貨 因為站不到在上面收視 就會回視0.382 但是在0.382 又收到上去一點 收到上去一點 但是如果沒有升穿那個 就是說那個波浪的操作 如果沒有升穿那個 即是移動阻力的話 它還是繼續向下跌 移動了就在這些位置 這些如果再小一點的浪 就可能要看再小一點的浪 會不會突破呢 就要再進去再小一點的時間層 例如5分鐘 看看它會不會在5分鐘 會不會有些5個浪的結構出來 這樣判定 但是這裡一般來說 它是反彈了 即是反彈了 跌浪的一半 那它應該就會 接下來會 回套這個反彈的一半 通常是可以這樣 譬如說它這裡反彈0.6100 它這裡就會是回0.6100 如果它反彈一半 如果它反彈一半 那就會一半 大概是這樣 另外也可以留意到周線圖一些規律 看到它的A 首先它是死叉了 死叉了 死叉了 然後死叉的時間比較久 也是Histle 擴張了 明顯看到一塊紅色的東西 這裡是B 也明顯看到有一個擴張 這裡是C 也比較明顯看到紅色的 這裡是D 綠色的 即是說 紅 綠 紅 綠 紅 還差紅色那塊 而且紅色那塊 不應該會太細 雖然也像是細 但也 未至於細到好像這些 那樣小 應該會再大塊一點 越大塊 即是說它的空間是越多 即是說它擴張得越多 即是說它擴張得越多 可以有空間讓它擴張得多 即是說 其實它還有不細的空間 所以應該那些位置 例如這些位置應該會到 即是這個趨勢線 這個趨勢線 的位置應該是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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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0 所以稍後這些位置應該 很大機會會破 即是說 前兩個星期的最低位 都應該很大機會會破 現在是一些關鍵位 究竟是 A,B 接著這裡 可能是C C1,C2 接著現在就是 可能是C3 C3 C3裡面的2 C3裡面的3 可以跌得很厲害 如果配合這個 尾股需要做大調整 這個也 即是 一致的 這個看法 看看上陣指數 上陣指數 MACD周善 其實MACD是在牛區 MACD是在牛區 即是它有很多空間可以落 如果要跌的話 其實它有很多空間可以跌 它可以跌回這些位置 那麼低 即是負 這個數值是可以負 100多的那些位置 那現在它是 看見是14 它MACD是14 還是正數的 所以 它要下的話 其實是很多空間可以下 這個上陣指數 周善 看看月線 月線圖 就是MACD 其實這個金叉之後 一直都是在收縮 擴張 有金叉之後 又擴張過 但開始是在收縮 看到是 收縮 如果 它越縮越窄 如果這些位置 做了四叉之後 如果這些位置 做了四叉之後 即是說 由 HIST 由正數 轉做負數 那一下就會急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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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回納斯達克指數 那為什麼用納斯達克指數 那為什麼用納斯達克指數 來講呢 因為它那個浪 是比較 走得漂亮 所以就 會用它來做一個 講解 那 看到它周線是 去到1.618的位置 是回了一點 然後 又升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這個四浪 是屬於 這裡的一個 對應 這個二浪 那 這裡是 1 2 3 4 5 那 接下來 如果是有一個 四浪 就是會對應 這個 1 2 然後 這裡 這裡 這裡是3 然後 走個4 就 看看會不會這樣 那這裡看一看 黃金走勢 日線圖 那 看到 一線圖 MACD 這個位置 是 低於 這個位置 即是這個位置 擴張得多於前面這個位置 擴張得多於前面這個位置 擴張得多都是 這是A的,B的反彈,C的反彈,是再勾上去 MAC就是ABC,應該可以再上去 看到是有少許背持的,底背持 后面明明跌得深一点,但是价位上是高过前面的,即是跌不下,跌不下的时候也有机会回升 上段视频就说到这里是有一个ABC的,接着这里是有些12浪,12浪,12浪 如果他去到这些位置,如果他要再上的话,假如他会再上的话,他里面的这个位置的移动之前是不应该跌穿的 这些位置又是要跟回波浪操作,即是去到这些位置,1292那些位置 如果他去到这些位置,如果要再上的话,破顶的话,即是这些位置不应该跌穿的 把这些位置跌穿,那就要看淡了,即是原本看上的看法就要改变,因为他跌穿了移动之前 这些位置跌穿,而最终是跌了5个浪,看到这里是1,2,3,4,5,跌5个浪,他就会升回反弹一半的,至少都反弹一半的 反弹一半的,反弹一半的跌穿,而这个反弹的B没有跌穿,也不会破底的 而且他已经形成了1,2,3,4,5这样的一个形态,即是说这里应该就是,就算他会有少少调整也好,他也应该会再继续上去 因为这里有机会是,有机会是一个,至少是A,然后这里是,可能B做了也不行,或者会再下跌,但也不会说下跌太多 但是就会是B来的,然后再上,这个是至少,至少可以这样,因为他又出了5个浪的结构 如果是正路的话,因为股市开始都是就淡,如果正路的话,这里不是A,这里应该是一个1,这里可能就是一个2 那这里多震几下就会出一个3,就是这样,那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1,2,3,4,5呢? 那5浪,跌5浪,其实是你淡后市的,因为跌5浪,然后反弹3浪的话,接着又会再跌5浪,但是要配合他前面,要配合他前面,究竟是在走什么 前面他在这个位置跌下去,看到他是一个A,B,C,可能这里加上也是一个B来的 那这里就是5浪,这里是3浪,加上也是一个3,3,3,5是一个平台浪结构 那这个就有机会是一个平台浪的结构 就是这个是一个调整浪,所以这里是5浪就可以成立这个平台浪 那所以暂时如果没有跌穿移动支持的话,应该是可以上这个黄金 那今天这段影片就大概是落到这里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对波浪结构 有些概念,还有可以理解一下波浪操作,喜欢可以给个赞,还订阅 频道可以订阅,也可以分享给朋友看,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的 感谢观看